主料,白萝卜500克,辅料,糖,盐,白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白萝卜半根,将白萝卜切成片,找一道碗,在碗底铺上一层萝卜片,撒上几克盐,撒好盐后盖上两层萝卜片,再均匀的撒上盐,再盖上两层萝卜片,半复将所有的做好, 将所有的盖好后静置15分钟,15分钟后,将腌制出来的水倒掉,加上一大少白砂糖,用筷子或者用手抓匀,再腌制15分钟,15分钟后,将腌制出来的水倒掉,将腌制好的萝卜片用凉开水清洗一遍,挤去水分,在洗干净的萝卜片中加入,四大少生抽,大半少白醋,一小碗冷开水,搅拌均匀, 盖上保鲜膜,入冰箱冷藏,两天后就可以吃辣,很爽口很开胃的酱萝卜,烹饭技巧,一用盐腌制,是为了去掉萝卜中的水分,可以在浸泡的时候,后更加的入味和爽脆,再用白糖腌制半个小时是为了中和,盐的腌味,萝卜的蜡色味,同时将萝卜中更多的自身水分,带出, 二,腌制好的萝卜用冷开水清洗下,是为了前期的盐桃腌制,尽量不影响到后期的浸泡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